大家好,我是乖修禅 这个视频咱们客观点评 像南京证券、光大证券、中心箭头 证券板块怎么看 也是有粉丝朋友进行留言 咱们就花几分钟点评一下 首先对于证券板块的态度 今天的异动它更多的意义是对于此数的维稳起到了不可抹灭的作用 对于证券板块本身它能不能有持续性 这一块的话一根阳线一天的方量还不能说明什么 对它的定性的话也只是一个板块的轮动 或者是资金的一种试探 那么后面怎么去跟 第一对于证券板块指数来讲的话 今天是属于倍量 然后一根中阳 然后几家掌停板 那么对于证券板块指数本身来讲 它是属于依然在114年均线的下方 那么今天的量能呈现过之后的话 咱们回顾一下在前面 那么量能如果说后面能够保持住 那么对应的话 重点观察今天涨停的或今天领涨类型的个股 能不能进击能不能组出风向标 那么对于板块跟中的三个维度 咱们多次讲到第一个的板块内部的量能 第二个的话 板块内部有没有风向标呈现 第三个的话 从个股也好 走势生长也好 有没有能够呈现出横强的一种态势 如果说量能能够保持风向标能够呈现 那么的话 短线视角去跟单阳不破的逻辑没问题 如果说量能放量之后 后面的紧接着就缩量了 量能不能持续 风向标也没有生成 那么它只是短期的移动 好 那么对于当前增券板块的一个跟中视角 非常简单 把今天阳线的实体 就用单阳不破的视角去观察 后面量能够保持风向标能进击 那么呢 持续跟 增加它对它的注意度 如果说呢 今天方量之后 后面的话呢 量能不能有效的保持住 风向标呢 也没有很好的 进击 那么对应的话呢 它就属于这样的一个 增当的一个视角来看待即可 好 那么我们再看个股 那么证券板块的话呢 像今天出现了几家涨停 像南京证券的话呢 因为它在前面8月5号的时候呢 它有过一个涨停板 所以说呢 它有一个深段的优势来讲 那么可以把这这个股呢 当成 增券板块 当下的风向标来进行看待 好 那么后面的一个观察视角 什么 第一 它能否进击 第二的话呢 跟中的一个维度来讲 守一下五军即可 好 但是呢 如果说给你明显的高开 或者是十余冲高 那么不建议 盲目去追 好 这是对于南京证券的 这样的一个态度 那么像哈通股份的话呢 像这里给我 它历史的让那个股性并不强 股性并不好 当前的话呢 我们来看 就是它历史当比较大 它的股性也好 持育性并不佳 而且的话呢 今天它的涨停是属于尾盘涨停 它属于同样是涨停板 那么呢 像南京证券呢 它是属于率先涨停 而哈通股份的话呢 它是属于尾盘来进行涨停的 所以说呢 从强弱表达上面来讲 那么呢 南京证券表达的会更强一些 好 那么像国员证券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 它是属于上盘进行涨停 那么呢 涨停板的方式也是呢 突破了140年均线 那么对它来讲 以涨停担阳不破的是要去观察即可 好 那么像光大证券的话呢 因为前面在 6月8号 一直到什么呢 一直到 6月15号 它是组出过一波阶段性的 这样的一个证券的风向标 证券的龙头 那么当前回落的话呢 也是回落到140年均线的位置呢 或者直升 当前的话呢 对于它来讲 丹阳不破的视角 就跟即可 好 这是光大证券 那么像华西证券的话呢 它的表达 那么像历史 从当前已经的历史的近期的表现来看的话呢 它是属于这样的一个股性并不佳的 还在140年均线下方进行徘徊 如果说呢 把高点和高点相连的话呢 它还属于这样的一个 趋势压力线的集点上 好 这是华西证券 那么跟踪的视角的话呢 以掌停板掌停的位置来进看待 去跟即可 好 那么再往后面的话呢 有一个像中性箭头 中性箭头的话呢 对应了它的技术结构 从59块7毛7 跌到20块1毛3 也是属于超跌 那么前面呢 有一波的这样的一个上攻 上攻中呢 再一次回落 也是回落前面上攻的半分位附近 也是到140年均线 当前五军十三军和140年均线呢 刚刚处在这样的一个拐点处 那么用三眼抽盘的一个口诀来去跟即可 140年均线的作为它的方程位 五军不破 可只有偏类五军可减持 十三不破可低息 五军十三起上走 方向不改为换筹 好 也就是呢 对于征券板块来讲的话呢 后面能不能持续 不能因为一根阳线 就让自己充满幻想 但是呢 可以用三个维度 板块的量能 以及呢 板块内部有没有封向 没有得呈现 以及呢 有没有个股 或者说有没有 从指数走出 在总是生长的 就来讲 能不能组组横墙 三个维度的话呢 来进行跟和观察 那么对应的话呢 像中心箭头也好 包括呢 像光大证券也好 包括像南京证券也好 这些话呢 只是观察后面 能不能走出 这样的一个 很强的状态 但是呢 从交易的一个层面 来去看待的话呢 一定要符合自己的方法 而且的话呢 又有这样的一个 进退的这样的一个思路 什么条件下呢 是要进行纠错 什么条件下呢 才能够保持持股的一种状态 好 这是咱们今天的点评的一个内容 只作为一个参考 不作为交易一句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好 再见